学习完了生产和委托加工环节继税规则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三个环节 进口环节的继税 那先来看的是进口消费税的征管规定 这块比到增值税来看就好了 它是跟增值税完全一致的 比如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就是报关进口时 纳税人就是进口人或者他的代理人 纳税地点就是报关地的海关 注意海关负责征收关税传博敦税 以及代征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所以这些税都是交到报关地海关的 另外缴库期限 也就是最晚什么时候缴这个税 是海关填发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至日期15日内 这都是跟增值税一样的 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 进口的消费税税额计算 这跟增值税就有区别了 因为增值税一律从价计征 所以进口的增值税就是拿 祖价来作为寄税依据好了 而消费税它有三种算法 在这你要区分一下 先来看第一类就是 从量定额征收的情形 比如我们从国外进口一批 这个啤酒黄酒成品油 那它是从量集中的 这咱们要找这个寄税依据 就是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这就是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咯 咱进了20吨的这个啤酒 那就拿20来作为寄税依据 然后去乘上消费税定额税率来计算好了 然后接着 如果是从价计征的消费品呢 那就得组价了 这个组价呀 跟增值税率组价是一模一样的 咱这组价一直在强调 它是三合一的组价 它包括三块内容构成 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还有消费税 记住消费税是价内税 组价的时候永远不要把它落下 要把它加进来的 另外这个公式可以变形一下 变成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是吧 有了组价再成消费税比例税率 就是咱的进口消费税了 接着最麻烦的是 复合计税的那个卷烟白酒 它既要考虑从价税 又要考虑从量税 那价和量都得找 那价的部分呢 注意它这个组价呀 跟咱们一般的组价相比 还是要做一个修正的 就是咱不光要把这个 从价的消费税含到组价里 还要把从量的消费税也含进来 所以又是要做修正是吧 在原来一般的组价公式基础上 在分子里加上从量的消费税 好了 所以是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加上这个进口的数量 乘上消费税定额税 也就是从量税 然后再去除上 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把从价从量消费税 都含到组价里 这才行 然后接着 有了组价以后 用组价乘上消费税比例税率 算出来从价税 还是要再加上从量税 这才是咱们整体的应纳消费税的税额 所以说在卷烟白酒这儿 永远别忘了那个从量税的参与 这是关于他们的组价公式 然后接着咱们再来做一个小提示 你说我进口了消费品 在海关这儿交完了消费税以后 那之后我再销售 还要不要再集税啊 这儿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大多数的消费品都只交一道税 是吧 那如果只交一道税的这个消费品 那么他在进口这儿交过税了 再去接着卖 就再也不用交税了 因为他已经在大生产环节交过了 是吧 交过了他就已经是 这个完成了所有的这个纳税 之后就再也没有消费税产生了 这是一般情况 比如说我进口了一批高档化妆品 然后在海关交了税吧 那之后再去卖这个高档化妆品 不要交税了 或者我进口了油艇再去卖 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他们都是只交一道消费税的 但如果说我是进口了 卷烟电子烟 或者是这个超豪华小汽车呢 注意这些个消费品呀 他们是要交两道税的 所以你在进口这儿 在海关这儿交完税之后 回头你再去卖 那还得交一道税 只不过他们的纳税环节上略有区别 超豪华小汽车呢 是说你进口交了之后 再交一道零售是吧 再加一道零售的税 而卷烟电子烟呢 是你交完进口以后 再交一道批发环节的这个消费税好了 所以需要交两道消费税的情形 你要特别的关注哈 好这是说到进口环节计税 那接着咱们来看看典型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某贸易公司二年十一月 以邮运的方式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高档化妆品 经海关审定的货物价格为三十万 邮费为一万 当月将该批高档化妆品销售 取得不含税收入五十五万 该批高档化妆品的关税税率是百分之十五 消费税率也是百分之十五 问他当月应纳消费税多少 好在这呢 首先我们要找的第一个数据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是吧 那关税完税价格 在之前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就提过 说他呀就是关税的计税价格 咱用的是道案价格 好其实他就是主要包括三大块咯 就是咱们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然后再加上境外运到我国境内 输入地点 起泄前的那个运费还有保险费 那这呢 由于是邮地方是过来的 那这个邮费就相当于他的运费和保险费了 所以咱们的关税完税价格就是三十加上一 就是三十一 好有了呢 关税完税价格之后再算 是不是就简单了 那咱高档化妆品就是比例税率 从价即征的方式 那咱套组价公式好了 关税完税价格乘上一加上关税税率 这样把关税含进来了 然后再去除上一减消费税率 这样把消费税也含进来了 所以组价公式是三合一的 包括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以及消费税 那拿这个组价去乘上15% 就是咱们进口环节在海关应该交的这个消费税了 那接着再考虑 我们在海关这交完消费税以后 在国内再次销售 又取得了不含税收入55万 还要不要再交一次税啊 注意不需要了 因为高档化妆品只交一档消费税 它只在大生产环节三选一 是吧 要么是生产 要么是委托加工 要么是进口 你在进口这交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消费税什么事了 所以这呢 只有进口环节这个税 你是需要计算的 国内不用算 这个非常容易上当 是吧 一不留神 咱可能就把这个55又拿过来算税了 这就错了 所以在这我们一定要对 那几刀税这个事 要非常的清楚才行 并且我们说这个组价公式也超级重要 你要知道它怎么组 并且还要知道它的用途 这个用途呢 是三合一 也是有三个用途的 就是拿这个组价 你去呈消费税税率 算出来的是进口的消费税 你呈增值式税率 13%或者9% 算出来是进口的增值税 然后如果你去呈上 车辆购置税的税率呢 那就是进口车的车辆购置税了 所以这个组价 咱们说三合一 其实是有双重含义的 构成上是由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还有这个消费税构成 这是三块合一 另外用途上也是有三种用途的 这咱们要非常熟悉才行 接着再来看一个单选题吧 说22年12月 某公司进口了十箱卷烟 经海关审定的关税完税价格 是22万元每箱 关税税率50% 消费税税率56% 定额税是150元每箱 也就是0.003元每支是吧 那换算成每箱的话就是150 问他们这个进口环节应该叫多少消费税 这儿呢一看到卷烟白酒 马上反映出来 他们应该是这个复合即征的 咱既要价又要量 量好说是吧 咱们一共进口了10箱 然后价呢就得组价了 这个组价公式要稍微的麻烦一点 应该是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加上从量的消费税 然后再去除上一减消费均税率 得这么来足是吧 那就找找数据吧 首先关税完税价格是22万每箱 注意咱一共进口了10箱 这个数量问题啊 千万得小心 别给它漏掉了 别按一箱去算 所以22乘上10 也就是一共咱们的完税价格是220 然后关税税率是50% 那咱乘上一加50% 就把关税含进来了 然后再加上从量税 从量税一共咱进口了10箱 一箱呢150 也就是1500元的从量税 但是注意咯 前头是万元的单位 后边你这从量税是原的单位 那就格格不入了 是吧 咱们要给它换算一下 都换算成万元 好 这样呢 咱们再除上一减消费税税率 56% 说明它是假类卷验 是吧 好 这样阻价就有了 用这个阻价公式 再去乘上56% 算出来的就是从价税 然后别忘了 最后算税额的时候 还得再加上从量税 这个从量税呢 是1500元 但是要换算成万元 那这样从价税加上从量税 就是咱们进口卷烟 整体应该缴纳的消费税了 这是复合计税情况下的 这个税额计算的问题 稍微麻烦点 但是咱们只要细心 还是能得分的 接着再来看一个计算性的题目 说假企业是一般纳税人 22年12月进口了高档化妆品一批 关税完税价格150万 假设进口关税税率20% 消费税税率15% 购进后内销取得 含税销售额339万 本他进口环节应该缴纳的 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和国内应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也就是进口和国内 咱都让你考虑 而且是看看增值税和消费税 分别怎么处理 那咱们就得全面的来进行一个计算了 那先来看的就是进口环节了 进口环节算增值税消费税用的都是组价对吧 所以这我们先要组价 另外他还问了关税 关税就太简单了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乘上关税税率是吧 所以关税就是150乘上20% 然后接着去组价 这个组价就是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然后除上一减消费税税率 往里边套数据吧 这个关税完税价格是150 然后关税就是这个税率是20% 那就150乘上一加20% 然后再除上一减消费税率15% 这是组价 用这个组价去乘上13%的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进口的增值税 但是注意咯 进口的增值税是什么性质啊 它是进项税 咱在海关交完了以后啊 拿到了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这是我们评票以扣的一个进项税 所以这个在海关交完了 千万别忘了回头你国内算税的时候 得把它做进项来进行抵扣 然后还是这个组价 去乘上15%的消费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进口的消费税 这是进口环节的一系列的税 然后接着进口交完了 咱国内还卖了呢是吧 国内要不要交呀 注意啊 在国内这块 你销售这个高档化妆品 还要不要交消费税呀 就没有消费税了 因为高档化妆品 只争一道消费税啊 进口交了之后再流转 就再也没有消费税了 所以啊 国内销售是不算消费税的 另外就是增值税 有没有 增值税要算是吧 咱是一般纳税人 你国内销售肯定要算 销项嘛 这个339万 它是含税金额 要除上1.13 乘上13% 来计算销项税 最后我们再用销项减去 进口环节的那个增值税 也就是进项税来算增值税好了 所以这样的题目 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细节是什么 你要分成两个环节来进行计算 关税就是拿关税完税价格乘税率 而进口增值税消费税 用的计税依据是一样的 都是组价 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消费税率 那算完了以后 你还要知道后续要不要算税 进口交了消费税 那国内销售是不用交消费税的 它只交一道 另外进口交了增值税 它对于国内销售来说 是一个进项税的性质 所以国内销售你算了销项 千万别忘了 把这个进口的进项给它抵掉了 这是咱们计税的规则 大家一定要把不同的环节 给它链接起来 而且把不同的税种 咱都要一块来思考 这样才能够解决比较大的题目 这是关于进口环节继续的问题 咱就介绍完了 那接着稍作一下总结 咱们先提了它的征管规定 很简单 纳税人就是进口人 或者它的代理人 纳税地点就是报关地的海关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就是报关进口时 另外脚库时间 就是海关填发 这个脚款书至日期 15日内 跟咱们大多数的常规税种是一样的 另外它的计税依据 要考虑这个计税的方法不同 这规则上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从量计争的 以酒防酒成品油 咱们用的是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 来做计税依据 当然你那个卷烟白酒进口的话 那个数量部分 也就是从量税部分 咱用的也是海关核定的进口数量 另外从价计争的消费品 咱们要用到组价了 组价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而复合计争的卷烟和白酒 它的组价公式要做修正 在一般的组价公式基础上 在分子上加上从量税好了 这从量税一定不要落下 并且最后算税额的时候也是 算出来从价税以后 还要再加上从量税 才是咱卷烟白酒的整体消费税 这是进口环节的组税 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但是说完了以后 大家会发现 说到目前为止 咱们讲了三个环节组税了 是吧 那这三个环节组税里边 都涉及到了组价 但是组价公式还不太一样 那怎么记呢 可能有的同学一开始会容易搞混 在这我们再做一下总结归纳 来分析一下他们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特点 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记住 首先先来看一看 咱们有组价公式的情形都是什么 你像生产环节里边 强调了视同销售的问题 对吧 如果出现了视同销售 要计消费税的情形 那你又没有纳税人的同类价 这时候就要组价来计税了 另外委托加工里边也有用到组价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A委托B来加工高档化妆品 这些个消费品 那么B作为售托方 要代收代缴消费税了 那这时候如果他有售托方同类价 用同类价来计税 没有同类价要用到组价 还有一种就是纳税人自己要交税了 自己要交税的时候 如果他收回来的消费品已经销售了 那就用售价来计税 没有售价 没有销售的 那就没法找售价了 就用租价来计税好了 所以委托加工里边有两类情形 会用到组价 而进口呢 只要你是从价计征的 有从价计征的这个情形 那必须要用到组价 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明确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 咱们组的价一定是含着消费税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组价公式 它的分母都是一减消费值税率 这样操作的意义就是 要把那个从价的消费税 含到我们组价公式里头 对吧 所以分母都是一样的 那关键是分子不同啊 好 确实咱们专门计分子好了 你比如说 仕同销售 仕同销售 咱们那个组价 它的分子是成本和利润 对吧 也就是成本乘上 一加成本利润率 而委托加工那个组价呢 它是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是这两块 它这可没有什么利润 那为什么委托加工这不考虑什么利润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看啊 A委托B来加工 B帮它代收代缴了 消费税 那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假设用的是组价 它就是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 除一减消费税率 并没有考虑利润是吧 但是不打紧 因为A收回来以后呢 它再接着卖 如果它加价了 也就是它要赚更多的钱 它要考虑更多的利润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它加价的那块 还得去交税呀 所以说呢 我们利润那块呀 有时间交税 之后再交就行了 对吧 在这个售托方 代收代缴的时候 或者说咱们收回来以后 咱们需要去计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还没卖呢 那它是不需要考虑什么利润的 这是委托加工的这个分子 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然后进口环节的 这个组价呢 它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来作为这个分子的 所以你专门计分子就行了 当然如果咱们是从价计征的消费品 它的组价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如果是复合计征的 是卷烟白酒的话 那情形还要麻烦一点 就是所有的组价公式 在它的分子上 是不是还要加上一块 从量的消费税呀 那这从量的消费税 是拿什么算出来的呀 用的那个数量是什么呀 咱肯定是拿数量乘上定额税率 来进行计算的 对吧 那这个数量都是什么数量啊 你比如说市同销售这儿 咱们的从量税 是拿移送使用数量来作为依据 乘上定额税算出来的 而委托加工呢 委托加工这儿的从量税呀 是用收回的数量 乘上定额税算出来的 不是你发出去的商品计划生产的 那个数量哦 一定是收回来才拿去 好 另外进口呢 那就是海关核定的进口征税数量 来作为这个从量税的比税依据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卷烟白酒 它的组价公式 分子上一定加上从量税 并且呢 咱卷烟白酒组完价以后 乘上比例税率 算出来从价税 还得再加上从量税 这才是咱们整体的这个应纳的消费税 所以卷烟白酒就是比别的要麻烦一点 咱要特别关注 这是关于组价公式的这个总结 希望大家认真地看一看 最终呢 把所有的族价公式都给他记清楚了 考试特别容易考到 感谢观看 全场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